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从考试的重要性上来说 它比会计估计还是稍微会弱那么一点点 但是依然具备出简答题的可能性 所以这节的内容它依然是比较重要的 那在学习之前我还是给大家放上一个脉络图 这一二三四四个步骤又是非常好的 给大家去体现了我们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在我们关联方审计当中的运用 大家跟我来看第一步叫做风险评估程序 第二步叫做识别跟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第三步叫应对重大挫暴风险 你在脑海中回忆一下 你看学舞弊 你看学会计估计 全部都是这样的思路 那到最后一步呢 就是进行评价和沟通 所以思路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那下面我们在学习这一节的时候 依然是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暗部就班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关于风险评估和相关工作 这个内容是两颗星 请大家打开打好基础的266页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关联方审计 我们目前在审计地图当中的什么位置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程序 拿到证据形成工作底稿 完成审计工作 出局审计报告 在什么地方呢 它和我们前面所学习的 销售与收款 采购与付款 生产与存货 货币资金的审计 有无关联 有何关联 在审计地图当中的什么位置 我们反复再说 我们目前正在游走在审计棋盘上 你比如说 我们之前学了四个循环 当然实践当中有更多的循环 销售 采购 生产 货币资金 我们之前所学的5B呢 和它们纵横交错都有关联 学的会计估计呢 纵横交错都有关联 那今天要学的关联方呢 也依然是如此 它的名字啊 就叫关联方 那么关联方和关联方之间 可能会发生交易 这些交易 大家注意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可能是销售交易 可能是采购交易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 生产与存货之间发生的交易 也有可能 是货币资金之间发生的往来 比如说 以前给大家讲过类似的案例 叫大股东 无偿的占用了上市公司的资金 这不就是某种形式上的关联方交易吗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关联方交易 非常的高大上 非常的高深莫测 有迷雾 实际上呢 他讲的内容 依然是我们跟之前的东西 发生纵横交错 有关联的内容 那既然是审计期盘上的内容 那就依然要尊重 我们之前所学习过的审计的基本理论 好 那我问大家 从审计基本理论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请问风险评估程序 各位小伙伴 你学过没有呢 答案是 你当然学过 必然学过 那我再问大家 风险评估程序 一般来说 包括什么程序 什么工作呢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这个明远老师给大家讲审计的大逻辑 反复在说 风险评估程序的本质 就是调查 就是了解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了解事实的基础上 才能做后面的工作 所以它的本质 就是了解 那我们在第七章所学习的 了解备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 等方面的时候 用什么程序呢 我们已经三零五身 大家都如数家珍了 我们要用的是 询问呀 检查呀 观察呀 分析呀 等等 这些程序 当然 一人之力难免有限 我们还可以组织 项目组的内部讨论 你看这些内容 我们反复说 大家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一定变成常识了 那到今天为止 也是一样的 你说关联方的风险评估 叫不叫风险评估 当然叫 那关联方的风险评估 要不要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 集齐环境等方面 当然也要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要不要 一人努力 要不要群策群力 当然都要 所以第一个问题 叫做项目组的内部讨论 项目组内部讨论 我们要紧紧围维绕风险评估 紧紧围绕风险应对 我们要特别的去考虑 由于存在关联方关系 还有关联方的交易 因而所导致发生舞弊 或发生错误 使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在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词 叫做关联方关系 集体交易 这个词呢 就像会计估计的 估计不确定性一样 它会伴随我们学习这一节 从始至终 所以未来谈到关联方 我们一个要谈关系 另外一个要谈交易 就好比是舞弊 我们谈到舞弊 要谈什么 要谈舞弊事实 舞弊嫌疑 舞弊指控 谈到关联方的时候 我们就要谈关联方的关系 还有交易 这样的词 大家必须要琅琅上口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询问 问谁呢 那首先非常重要的 问责任方 就是管理层 我注册会计师 在问管理层的时候 应当向管理层询问 下列实项 在这里 这个应当的要求 你能够看得到非常重 所以这一二三 这三条 我要求大家要原文背 背的原因是因为 这地方考补写 考背诵墨写 所以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问什么呢 第一个先问你是谁 这叫名称 你跟被审计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叫特征 也叫性质 那么包括 关联方从上期以来 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呢 在同时学习和备考会计科目 未来大家学习会计 学习企业合并 学习企业合并 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 他有这样一种交易 他说原来持股比例是20% 什么状态呢 它是我的一个联营企业 那后来 我又持股增加了60% 那么变到了80% 成为了我的子公司 过去联营企业的时候 叫做重大影响 后来变成子公司之后呢 叫做控制 那么这件事在说什么问题 再说上一期还是个联营企业呢 那本期呢 就变成了以控制为基础的子公司 这不就是关联方 从上期以来到本期发生的变化吗 所以大家记住关键词 第一个问题是名称 特征 还有关联方自上期以来发生的变化 那当然 基于名称 基于特征 我也能够总结出 被审计单位和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在这儿有个性质 比如说 它的特征是 我们派了董事有重大影响 那性质是联营企业 它的特征是 我们派了好多数的董事 那么多数董事 能够形成一致的表决 使得我们具备了控制 那么控制就是特征 而性质呢 它是我们的子公司 第三 谈完关系之后 我们要谈的是 在本期是否跟关联方之间 发生了交易 那如果发生交易的话 我得问问 什么交易 是我刚才所说的 审计棋盘上的销售采购 生产还是货币资金 这叫做交易的类型 如果是销售交易的话 以此为例 那你怎么卖的货 定价多少钱 这叫定价政策 还有 你为什么要跟关联方之间 做这笔交易呢 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啊 当然可能是正当的 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正当的生产经营所需 我要采购一批原材料 不能说他是我的关联方 我就不能问他买东西 因为在市场上 商业主体之间的交易呢 它是自由的 是市场化的 是受法律保护的 当然这个目的呢 也有可能 它不是正当的 比如说借助跟关联方之间的 特殊身份 特殊地位 从而呢操纵业绩 从而呢虚增收入 从而呢粉饰利润 这都有可能 所以目的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怎么背 一和二这两条核心 在谈的是关联方的关系 谈关系的时候 谈名称 谈特征 谈变化 谈性质 四件事 你要这么背 那么三呢 谈的本质是交易 那谈到交易的时候 谈交易 谈类型 谈定价 谈目的 所以呢各谈四件事 把它记下来 这个地方在考试当中 一个考多选 另外一个 有可能在简答题 或者是综合题中 让大家背诵墨写 补写 这样的题 如果考出来的话 你没有背 那在考场上 咱们献编 一定编不出来 所以这儿 大家要画科兴 作为重点把它掌握好 再说一遍 谈关系的话 谈名称 谈特征 谈变化 谈性质 谈交易的话 叫谈交易 谈类型 谈定价 谈目的 第三个问题 叫做了解 与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 相关的内控 那我问大家 了解内控这件事 你学过吗 为什么说 审计就像爬山洞 因为爬着爬着 爬着就发现 这山洞里面的景色 也就那样 也就是我们前面 都看过的景色 一会儿一个中乳石 一会儿一个地下河 但是来来回回 爬来爬去 就这点内容 反复为大家解释 了解内控 本身就是了解 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 等方面 大三层当中的一层 叫做了解 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体系 各要素 所以到了第17章 你说 我在了解 关联方的时候 我要不要了解 与之相关的内控呢 关联方之间 关系错综复杂 有可能滋生 舞弊 捏造 伪造 粉饰 那内控 规章制度 政策程序 就显得更重要了 所以我不可能 不去了解 与关联方关系 和交易相关的内控 所以这件事 就是对第17章 理论的继续延伸 说如果管理层 建立了 与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 相关的内控 那么注册 派记师 我们未必要去做测试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了解 记住 这个了解是应当 那了解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的相关内控 注册会计师 需要去询问 关联方关系 除管理层之外 还包括谁 当然你不能只问管理层 还要问治理层 就像明老师给大家讲的 治理层最在意的就是 对管理层要做监督 第二个 除了问管理层之外 我们还要问问那些 负责生成 处理 记录 超出一些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交易 这个在第13章学过 叫做超重交易 还有 对这些交易进行监督 或者是监控的相关人员 所以问这些办事的人 而这些办事的人 本身接触超重交易 第三 问内审 第四 问内部法律顾问 第五 问负责道德事务的相关人员 相关合规事务的人员 那这些人员 大家在问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有一个特点 把握一个规律 你看 这些人 别管是管理层 直到负责道德事务的人员 套过规律 既然你想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的 关联风关系和交易 你问的这些人呢 得是知情人员 那如果不知情的 你不能问 有研考试在那儿 给你挖坑 他问你说 能问谁啊 ABCD四个选项 帮我们选一选 其中有一项 是政团监督管理机构 那你说 能不能去问这些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说你好 中国证监会 请问一下 某某某公司的 关联方都有谁 那中国证监会 一定会觉得你 你问这东西 问我 那我还想问你呢 对吗 你作为注册会计师 你应该对 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执行审计程序啊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啊 所以这样 如果去问监管机构的话 本身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家对于这种事情 知情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所以咱们 不要问错了人 好 接下来 了解完了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下面整合 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信息 进而去做风险识别 跟风险评估 当然在这儿 我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在第七章学习的 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等方面 讲了方方面面 比如说 里面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的 所有权结构 治理结构 组织结构 就是有助于 我们识别关联方的 大家还有没有 一点点的印象 如果有的话 我问你们个问题 为什么在第十七章 咱们这个地方 只字不提了呢 是因为我们 不需要那么做吗 是前面是错的 我们白学了吗 当然不是 我们说这几章的特点 就是前面学过的 一般不再展开做介绍 重点告诉你的就是 前面可能学过 可能没学过 没学过的在这儿 咱们要重点学 有些内容前面学过 但是这儿有不同的角度 咱们来拿出来重点说 跟前面内容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不重复了 所以一二三 这三个是最为关键 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审计准则 又单独拿出来 重点做强调的 那你重点掌握 那了解在一些基础上 我们下面在267页 第二个问题 叫做识别跟评估 重大挫暴风险 这个三颗星 要作为重点中的重点 把它掌握好 首先是一般要求 说注册会计师 应当识别和评估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然后这句话 大家一个字 一个字 咱们认真读 说注册会计师 要去确定 这些风险 是否为特别风险 这话 把它给我画下来 这句话的隐含之意就是 如果备审计单位 有关联方关系 和关联方交易 这儿 虽然没有再去说 我可以把它 进一步的给你展开 说我再给你加两个字 叫重大的 假设这个关联方关系 和交易是重大的 那请问 它必然是特别风险吗 还说有可能是 而有可能不是呢 你看这句话的意思 就告诉你了 是判断他们是否是 是否是的意思就是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所以考试当中 你千万不要以偏概全 不要说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不要说重大的关联方关系 或者交易 就一定是特别风险 这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这么说了 就过于绝对 好 那我换个说法 我再问大家 说如果有一项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 经过注册会计师的评估 它的固有风险等级 达到了最高级 那请问 它是特别风险吗 这就是了 为什么 因为它符合特别风险的定义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灵活变通 要前后结合在一起去掌握 好 这第一点 一般要求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点 第二点 这个地方 大家必须画三颗星 然后这句话看着非常长 但是大家必须要特别顺流的 一字不落的 给咱们复述下来 咱们一起读一遍 我读你也读 叫做超出被审计单位 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 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当然这个也很好记 叫做超 如果满足这三个要素 大家记住 同时满足 超 重 关 那这个大家不用想了 你看 关联方交易 本身风险 加了一层 重大的 又加了一层 好 你们不仅重大 不仅跟关联方之间有交易 而且 这项交易还非同一般 还超出了被审计单位的 正常经营过程 本来 你是做互联网电商的 突然开始搞房地产 本来你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突然开始涉足互联网金融 这都是一个道理 在现实当中 这样的案子是不胜枚举的 有很多企业偏离主业 做一些奇奇怪怪 歪门邪道的事情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 而且这样的事情还重大 又恰逢是跟关联方之间 一起去完成的 大家不用想这种问题了 如果满足超重观 准则告诉我们是 应当将它确定为特别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应当的要求 好 那我问大家 这个情况不正是 我们在学习特别风险的时候 两个定义的第二项吗 一个说 说固有风险 达到或接近最高级 另外一个怎么说的来着 还有印象不 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 说审计准则有规定 审计准则有要求 那么就从其规定 到目前为止 我问大家 咱们学了几个 审计准则的规定了呢 有没有印象 我们学了好多个了 5B 超重观 管理层凌驾于内控之上 这三个都是准则 白纸黑字告诉你的 说各位 别纠结了 根据我们历史上的经验 我们都写到准则里了 就这三个 见到之后 你就超重观 5B 凌驾 把它们给我定义为 确定为特别风险 好那我再问大家 收入确认 存在5B风险 这个叫做应当为特别风险吗 这个不是啊 同学们 这叫什么 叫应当假定 那我再问大家 具有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计 估计呢 是应当为特别风险吗 是应当假定为特别风险吗 不是啊 同学们 这个叫应当去评估和确定 所以这些细节问题 一定要把它搞得非常的精准 明白了之后 我在这给大家 把我刚才所说的问题 又总结了一遍 请大家来看 267页的精准答疑 问 说注册快笔师 在评估特别风险的时候 需要关注哪些典型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 到底是应当评估为 应当假定存在 到底是哪一类 总结如下 第一个 如果是超重观 那么这个是应当确定为特别风险 如果是5B 那就是应当确定为特别风险 如果是5B当中 某一种比较特殊 而且在所有被审计单位 都存在的管理层凌驾于 控制之上的风险呢 应当属于特别风险 最后还有一个 收入确认存在5B风险的假定 看到了 这叫做假定 好了 1234 这四个内容 要作为重点 把它掌握扎实 那明确之后 我们来看看题目 这套题目是2021年典礼研习 17-5 这是离我们蛮近的一道单选 说下列各项重大错报风险中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其评估为特别风险的是 A 关联方交易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不行 它只有关 没有超 它虽然有关和重 但是没有超出被审计单位正常经营过程 所以A呢 不能直接把它认定为是特别风险 B 与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相关的会计估计有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这是应当评估运用职业判断 C 管理层挪用资金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你看管理层挪用货币资金 那叫做侵占资产 那么如果是侵占资产的话 叫做5B 那既然是5B 那就是特别风险 D 与重大资产余额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可能是存货 可能是应收账款 可能是长期股权投资 可能是商誉 但是都不能说一定有特别风险 好了 本题咱们就选C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题 记住了 5B 零价 超重关 这样的题做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那明确之后 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说在识别跟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时候 咱们得留意 有没有以下这几类的情况 从现在开始往后 我要给大家说 是更加相对特殊的几类 刚才我们说的一种风险 叫超重关 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种风险 叫做支配性 什么叫做支配性 叫做提现木偶 叫做傀儡 你看第一个 说关联方否决管理层或治理层 做出的重大经营决策 这把你架空了 说你做出的重大经营决策 是关联方直接给你否决掉 这是一种迹象 这是一种风险 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你说我们还广开沿路呢 关联方说的对啊 我们就采纳了 我们不要在这儿去较真 我们说的是风险 而不是说的必然的事实 既然关联方能够否决 你的重大经营决策 那很有可能他 这双手对你控制的 拿捏的死死的 要扼住你命运的喉舌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 说重大交易需要经过 关联方的最终批准 那这个跟第一个相辅相成 第一个说否决你 第二个是批准你 第三个是日常经营 无论是采购啊销售啊 还是技术支持 高度依赖关联方 或者关联方所提供的资金 人家是金主爸爸 人家给你钱 我们中国人说叫吃人 嘴软 拿人手短 是吧 你拿了人家的钱 依靠人家给的资金 赖以度日 那此时 你能够有任何的腰板 脊梁骨可言吗 没有 人家说啥 你是啥 唯命是从 点头还要 第四 对关联方提出的业务建议 管理层和治理层 未曾 或者很少进行讨论 即获得通货 这叫开绿灯 人家说啥 你说好 我们就通过 人家说啥 你说这不用讨论 人家说啥 我们不讨论 不研究 说一律过过过 所以你记住 一二三四这四种情况 要不然否决 要不然批准 要不然第三点 告诉你高度依赖 第四点 告诉你 我给你一路开绿灯 所以这四点存在的时候 你得考虑有什么风险 答案是支配性的影响 这是第三点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几点当中 大家必须说到位 考试当中 你不能把支配性的影响 无限的扩大 你说企业 在和关联方 进行交易的时候 双方去商谈交易的定价 你说这个 能不能佐证 关联方对你有支配性的影响 这个你不用学审计 咱们就凭日常生活当中 小学语文 你读那句话 你品它的意思 人家双方之间是正常的磋商 你不能说这叫支配性的影响 所以支配性影响 必须要掐到好处 它虽然是一种风险 但是也不能够胡乱的 把这种风险 无限的扩大化 这是不行的 所以这第三 这种风险 写上关键词支配性 下面 第五种情况 说对涉及到关联方的交易 极少的进行独立的复合和批准 刚刚才比较类似 说关联方说的 我们就不复合 我们就不批准 我们都听 第六 说管理层或治理层的成员 由关联方选定 那么比如说独立董事实质上不独立 或者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其实独立董事 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上 大家能够看得到 经常爆出一些新闻 说独立董事不独立 独立董事不能够勤勉尽责 不能够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责任 那不是关联方选定选派的尚且如此 如果这人还是关联方派的 那你可想而知 第七 说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或者单一的大股东 并且利用其影响力 凌驾于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之上 或者使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只关注了单方面的利益 且相关决策在治理层缺乏充分的讨论 来来回回说 无非就是不讨论 开绿灯 直接批准 而且在这其中 我们没有充分的考虑各方 只考虑了单方 只考虑了某一方的利益诉求 而且凌驾于内控制上 所以五六七这三个 我们再总结一下 思路仍然是独立董事不独立 相关交易不符合 相关交易不批准 我们相关交易不讨论 那类似的问题 大家记住 迹象支配性影响 但是同时仍然我所强调的是 不能盲目的扩大化 必须恰到好处 那接下来再来看第四种风险 第四种风险 大家在旁边写上四个字 叫为时为批的风险 什么叫为时为批 这个词啊 大家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熟练 为什么 因为关联方当中 考试特别喜欢考的 也正是这种风险 首先第一个 什么叫为时 叫做管理层 未能识别 什么叫为批 那么如果是为时为批的这种风险 大家未来你可以说为时为批 如果考试出来的话呢 你要记住 没识别或者没批录 那我问大家 你别管是没识别吧 还是没批录吧 那总而言之 请问关联方关系 或者是重大的这些关联方交易 在你的了解而言 是不准确 还是不完整 在这你要知道 如果你为时或者为批 那么核心思路就是不完整 说白了 有些事管理层他后知后觉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没告诉你 他都为时别 怎么去告诉我们呢 还有几个情况 他识别出来了 他心里清楚 他明镜似的 心知肚明 但不告诉你 叫为批录 总而言之 我们了解到的都不完整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 他问你 说下面这几项程序 我列下来了 来你帮我看一看 这几个程序 谁能够帮助我们找到 未识别 未披露的这种关联方 关系或者重大的交易呢 核心就是在考虑 我们的关联方的关系 或者交易的清单 是否完整 这样的题 我们一定要动用 自己的逻辑思考 推理分析去做判断 如果有些程序 一眼看上去 明显没有办法发现 这样的风险 这样的问题 那咱就不能选 所以这地方大家要注意 在考试当中 可能会有这样的题 考到大家 那咱们来看看这种风险 如何产生 体现为什么 第一个 说管理层 未能识别 或者未能披露 这种情况下 可能是无意的 为什么无意 不好听课 不好学习 说这管理层 刘洪忠 每天就是 打牌 打扑克 斗地主 炸 要不然就是 碰 胡 听 你走过他们家的窗前 你听到的都是这些声音 你说他这个人学艺能精吗 叫夜精于情 荒于戏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说 哎呀 我未识 我未批 一定是我心眼坏吗 不是 他是学艺不精 不够努力 这叫做 对关联方 关系 或者交易 或者披露的相关准则 相关规定 缺乏充分的了解 那你没了解 你胜任能力不行 你还每天打牌 你还不听小金老师的课 那因而就会导致 你缺乏胜任能力 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 这地方给你挖坑 说未识未批 一定是舞弊 一定是故意的 不是 有可能是无意的 大家记住 我说的这句话 叫做 夜精于禽 荒于戏 形成于私 混于随 你对自己的要求不够高 学习不够认真 投入度不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说管理层 不向注册会计师披露 有些重大的关联方关系 或者交易 他也可能是有意的 什么叫有意的 有意的 故意的 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就存在舞弊风险 第三 说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 需要对管理层 未时未批的 这种情况 保持警觉 为什么要保持警觉 因为它的隐蔽性 本身就比较强 它都未识 也未批 它都没在你的关注范围之内 它在某个 你们所不一定能够 看得到的角落 藏着呢 如果你再不保持职业怀疑 这种问题就很难被发现 那我给大家说说 实践中 我们一般怎么去发现 这种问题 往往特别重要的就是 咱们得注意看 有没有一些交易 它明显的不符合市场规律 在我们的准则中 他这么跟你说 他说有这么一项交易 它使得另一方明显得利 什么叫另一方明显得利 只有谁会这么做 我告诉大家 只有骨肉至亲会这么做 只有明远老师对金元宝 他会这么做 刚才有人问老师金元宝姓啥 金元宝姓李 金元宝是李老师的儿子 不姓李姓什么 你说金元宝姓金 你们什么意思 这挑拨我们的关系吗 你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就告诉你了 你看他叫李明远 但是孩子呢叫金元宝 那这问题来了 这叫为时为批 为啥 你看名字看不出来 但你突然发现明远老师 每天上班下班 总给这么一个叫金元宝的 小朋友买奶粉 无私的奉献 无偿的投入 不计任何回报 这叫什么 使得另一方明显得利 我告诉你 只有谁会这么做 只有骨肉至亲会这么做 在审计中 那就叫做关联方 那所以很可能表明 交易对方不独立 或者交易理由不合理 那么注册外景 出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就得保持足够的职业怀疑 你得知道 这个事儿 有可能背后藏着关联方 所以一二三 这三条 大家要关注 怎么去发现 未实未批 这样的一种风险 那至于怎么应对 我们随后再说 所以这种风险 大家能够理解的 相对比较透彻了吧 可能无意 可能有意 保持警觉 就这三句话 下面 第五种风险 这种风险 叫做管理层 披露到关联方的交易 是公平的 因而存在重大挫暴的风险 这种风险 就要做不公平的风险 这在考试中也喜欢考 比如说 如果我们认为交易价格 它是公允的 它是按照市场的标准 去定价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高枕无忧 说我看过合同了 它就是按照市场价格 来进行定价的 可以吗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如果它连价格都没有 按照市场交易价格 市场条款去定价 那我们就要更要怀疑 它做这项交易的初衷 初心 但如果说 它只有交易价格 是公允的 按照市场价格来执行的 大家注意 还不够 你不能仅仅通过交易价格 就认定 这项关联方交易是公平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情况下 还要了解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所以这句话 大家必须背 化科兴 你要了解说这些条款 这些条件 跟那些独立的各方之间 所达成的条款条件相同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过去 做审计的时候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被审计单位 和它的关联方之间进行交易 你看定价 它却是公允 我们当时怎么去看 这个定价是否公允呢 比如说跟类似的客户 去做比较 还有一些情况下 没有类似客户的时候 我们找到市场上的类似交易 还有就是在某些网站上 去找到 说其他方在市场上 进行同类交易 一般是个什么价格区间 那一看 这价格合理 落在合理的价格区间范围之内 你没法说它的价格定价 不公允 于是就认为说 这是个公平交易 这就不行 下结论为时尚早 为什么 你再仔细看看合同条款 你说这钱 多长时间没有收回来了呢 被审计单位告诉你说 这钱两年多没收回来了 你问财务人员为什么 财务人员告诉你说 说我们这个账期就是长啊 我们当时给对手方的这个账期三年 那你就问他 你说你们给一般的客户多久呢 他说三个月 那请问三个月比三年 你觉得公平吗 如果市场上行业中 普遍的奢销期 都是两个月三个月 最长不超过半年 可是你跟这家客户进行交易的时候 你和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时候 动辄给三年的 动辄给五年的 动辄无期限 你觉得叫公平吗 不叫公平 所以你不仅要关注价格 还得关注信用条款 还得关注质保条款 这些条款也得公平 也得公正 才能称得上是公平 这个地方考试喜欢考简单题 他只关注价格 那就不对 第二 说可能出于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目的 有意的忽略了价格之外的条款 并披露 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平的 为什么有些被沈南卫的管理层 他可击贼了 以刘洪中为例 他脑子里面见记着这个事 他说知道 诸册会计师也好 社会公众也好 上来就关注什么 关注价格 所以我就不断地在价格这个方面 吸引大家的关注度 把火力都引过去 我在报表中披露的时候 也只重点说这些事 把这些事说得非常圆满 说得非常漂亮 那就没有人去关注其他方面了 这能对吗 这叫声东击西 它可能引得你关注交易价格 但是你有可能却忽略了 其他条款或者条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关联方的关系交易 以及做出的相关披露 依然不符合我们准则的规范 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这一点上 大家记住 不仅关注价格 还要去关注相关的条款和条件 下面第六种风险 说管理层未能够按照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对特定的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 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而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念念得很长 那么这个第六点 本质上叫做违反准则的风险 或者说老百姓的大白话 叫做做错了的风险 违反准则可不就是做错了吗 但你要在这注意 违反准则可不仅仅是 会计处理的问题 还有披露的问题 两件事 一个是会计处理 一个是披露 都违反准则 那是情况最糟的 但是任何一个违反准则 我们都认为它有这种违反准则 做错了的风险 那你当然没有在报表中 进行恰当反馈 产生错报的时候 我们应该对这种重大错报风险 予以关注 予以应对 好了 以上给大家说完了 说完之后 我问大家一下 请问我们介绍了几种风险呢 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到 脑海中思路必须非常清楚 因为后面学风险 应对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的呀 几种呢 给大家一共介绍了 非常典型的五种 还有一般的 对吧 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第一个 一般的 一般的就告诉我们说 说关联方导致的 相关重大错报风险 到底是不是特别风险 我们需要进行评估 第二个呢 叫做超重观 第三个呢 叫做支配性 第四个呢 叫做为实 为批 第五个呢 叫做不公平 第六个呢 叫做做错了 这些内容大家都能听懂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脑海当中重点也得很突出啊 咱们从应试的目的出发 你觉得哪几个最重要 首先 超重观这个是必须掌握的三星级 然后呢 支配性的影响 你得知道什么叫做支配性 这个考单选或者多选 为实为批 这种风险 考试当中 人家可能会问你 说为实为批的风险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 还有 不公平的风险 这个 考试特别喜欢考 而且会考简答题 所以这几个点 至少是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 学完之后 得做到心中有数 下面咱们来做个总结 再打好基础的268页 这个命题角度 就是关联方 它是否构成公平交易的相关判断 我们来看第一个 说除了关注关联方的交易价格 还需要关注信用条款 还需要关注质保条款 这些其他条款和条件 我举的例子 就是关于账期的 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下去之后 如果没有记下来笔记 直接看解题高手 就结束了 第二个 如果说关联方的交易 利用了双方交易的特殊身份 才得以发声 使得其中一方明显的 单方面的从中获益 那我们应该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将该交易认为是权益性交易 或者是有权益性交易的成分 什么叫做权益性交易呢 本质上就是关联方之间 股东和我们的被投资单位之间 类似于这种身份而发生的交易 那既然是权益性的交易 那么利得就应该进入到所有者权益当中 我们举了个例子 我不念一遍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 你来看看 说有一项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是80万 它的市场价值 或者叫公允价值是100万 它跟关联方之间达成的销售价格是110万 好 我问大家 这110万公允吗 能够反映市场吗 你不用说了 比市场价格高了10万 好 其中就会有权益性交易 或者权益性交易的成分 因为使得关联方单方从中获益 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请问我们确认多少的资产出之利得 确认多少的资本攻击呢 大家记住 在80到100的这个部分当中 这叫做明显高于公允价值的100到110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在公允和账面价值之间 我们跟关联方之间销售不动产 这个部分是正常的20的部分 这是处置的利得 而在100以上到110之间 这个10的部分呢 本质上就是权益性交易 而权益性交易应该去影响资本攻击 而不能去影响资产出之收益 不能去影响营业外收入 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们早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给大家介绍过 那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我打开打好基础 请大家来看打好基础第13页 在打好基础第13页 我给大家 当时就写了这么一个例子 大家跟我来看 说物公司使用母公司注册的商标销售商品 母公司在本期无条件的豁免了 本来应该支付的商标使用费 那么注册会计师留意到 物公司将豁免的金额寄入到了营业外收入 请问大家 这有没有重大财务风险呢 有 营业外收入并没有真实发生 同时 没有将其认定为是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权益性交易 进而导致资本攻击被低估 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个例子 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了 第一章学的时候多难受啊 坑吃别度 但今天再学呢 再看呢 发现小意思 so easy 所以学审计就这样 爬山洞不断的积累 对类似问题17章 我们再做一次介绍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留意 关联方之间有些交易不公平 不公允 可能它是权益性交易 理解这个问题之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典力研习17-6 这道题目是2011年的单选 说在评估跟识别 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时 下列说法中 注册会计师认为正确的 A 说所有关联方关系 导致的交易和余额 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是否正确 过于绝对 不能这么说 因为在现实当中 有些关联方交易和余额 它是公允的 它是公平的 它是合理的 它是违反 不违反准则的 所以A 一概而论了 B 说实施实质性程序 应对与关联方 交易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更有效 因此呢 无需了解和评价 错了 了解相关的内控 是应当了解 C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导致的风险 属于特别风险 这是超重观 超重观就是特别风险 所以C 正确 D 说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 所有关联方交易的商业理由 这句话是明元老师给大家讲的 审计的大逻辑 咱们在审计当中 我们所崇尚的大逻辑是 必须了解的是那些 与审计相关的 重要的 重大的 符合我们审计资源投入的 符合我们所确定的审计的方向的 而不是所有的 一概而论的 所以D选项也一概而论了 本题答案选择C选项 学完这里之后 我们大家 我们学到哪一步了 叫做我们识别和评估出来 至少五种 与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相关的重大测报风险 下面我们要去做什么呢 答案就是我们要去做应对 所以269页 我们针对这些重大测报风险 我们要提出应对措施 如何应对呢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超重观的风险 我们如何应对 所以写在这儿 超重观 这个地方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考试当中有可能考简答题 既然它是超重观 又超又重又观 那我问大家 你怎么知道它是超重观 你不看合同 不看协议 你能知道吗 你能知道它是房地产企业 突然去做互联网金融了吗 你能知道它是一个一般制造业企业 突然开始搞集资诈骗了吗 你无法得知 所以超重观 你必须看合同 必须看协议 所以第一个程序就是 我们要检查相关的合同 或者协议 重点检查什么 第一个 你得看交易的商业理由 合理吗 具有相应的基础吗 所以本质是 要看交易的商业理由 那如果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那就有可能是为了虚假报告 或者是为了侵占资产 而做出舞弊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学习舞弊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印象 叫零价控制有三帕 测试复合加评价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评价是评价什么 评价就是评价 某些超重交易 和某些易重交易 他们的商业理由 是否表明被审计单位 有可能有虚假报告 或者有可能有侵占资产的 舞弊行为 还有印象吗 那个时候不就告诉你 要评价交易的商业理由吗 今天又告诉你 又要评价交易的商业理由 为什么 因为关联方当中 也可能有舞弊行为 所以知识是不是前后联络的 或者叫做前一遍后一遍 来来回回 一模一样的东西 反反复复 一遍又一遍 但是大家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第二个 说交易的条款跟管理层 所叙述的 所解释的一致吗 所以要关注一致性 如果不一致 那证明管理层在扯谎 他在胡说八道 他在告诉你一些 本来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交易情况 目的可能是为了隐藏隐瞒这种交易 超重观 背后他所隐藏的风险 第三 说关联方的交易 是否已经按照准则 进行了恰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第三 你得按准则办事 如果你是超重观 你有考虑权益性交易吗 你是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会计处理或披露要求吗 有没有可能有错报 或者披露的不充分呢 好 在这里大家注意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它不难 坏消息就是 这些内容大家得背 老师背到什么程度 首先标题你得背 检查合同或协议 其次 检查这些合同或协议的时候 评价什么 评价理由 评价一致 评价是否符合准则 这三条也得背 这考试当中考补写 所以这是第一项程序 回过来之后 第二项程序 获取交易 已经得到恰当授权和批准的审计证据 这句话也得背 我们先说下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超重观证 就得确保这项交易得到了恰当的授权和批准 那个单的名字离不开 它不光是关联方交易 不光是重大的 而且还是超出被诊价单位正常经营过程的 如果没有进行适当的考虑 如果你都没有琢磨这件事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 根本都没有决策机构站出来 为你背书 决策机构的这些董事会的成员 对此都毫不知情 那么很显然 这种交易背后的风险就会被放大 它所导致的危害后果就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们强调 说如果是超出 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 关联方交易 经过了授权和批准 那么可以为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证据 表明说在被诊价单位内部 我们至少这帮人认认真正的研究过 讨论过决策过 而不是空中楼阁 而不是这件事情 我们是为所欲为而得来的 但是大家注意反之呢 反之就是告诉你说 说如果一项交易就被授权和批准了 我就能够高枕无忧的说没问题吗 考试当中有时候给你挖这样的坑 说这项交易 得到了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它的授权和批准 那我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说由此我就认为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会吗 大家注意啊 这不行 为什么 你得了解授权与批准 但是授权与批准就不代表一定没问题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支配性的影响 大家在刚才还记不记得 支配性的影响当中就是 你提出相关的方案 关联方直接批准 直接否决 直接开绿灯 很少进行讨论 所以看似是授权和批准的 实则是被关联方架空的 实则是流于形式的 所以有的时候 授权与批准相关的控制 可能是无效的 所以本身不足以 所以这句话 也要把它掌握好 我要求大家至少被前面半句 如果未来考试当中 他说授权和批准 本身能够得出 重大错保风险 不存在的审计证据 那这句说法是错的 它本身不足以 那背后的理论和道理呢 随便举个例子 就能推翻它 就是支配性影响的关联方 那授权和批准 常常往往无效 所以以上是我们说的 超重观怎么办 大家跟我复习一下 超重观两个程序 第一个 检查合同或者协议 评价什么 评价商业理由 评价管理层的解释 评价会计处理和披露 第二个程序是 获取相关交易 已经恰当授权和批准的审计证据 但是仅此是不足的 因为在有些情况下 关联方可能会对被审计单位 具有支配性的影响 这些内容大家不要去偷懒 必须要背 因为考试当中考到 考到就是默写 默写你就不会 没有背的话 解出来的东西不精准 得分的难度就比较大 下面一种风险 是支配性的风险 这里呢 我跟大家说啊 反倒难度不是很高 也不需要大家背 大家刚才知道什么叫做支配性的影响了 对吗 叫傀儡 叫提现木偶 叫开绿灯 叫言听计从 唯唯诺诺 这就叫支配性的影响 非常形象 你能够理解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实施下列的审计程序 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 我们去了解 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建立的业务关系 并判断 有没有再去进一步的追加程序的必要 比如说询问 问谁 问管理层 问治理层 说关联方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们对他们那么言听计从 他们为什么那么强势 所以该问就问 问双方 还有呢 如果之间有一些交易相关的合同 有一些审批相关的记录 我们要去加以检查 第三 第四 进行被调 那我们能够了解到 关联方到底何许人也何方神圣 为何能够有支配性的影响 第五 如果说有员工的举报报告 查阅该报告 如果说被审单位 他设计了相关的举报热线 举报渠道 员工信箱 或者是职业道德委员会 或者上市公司有些独立的 相关的审计委员会 收到员工的匿名报告 那么员工在其中告诉你说 说我们其中的日常交易 内部控制是失效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时刻的都对 关联方的相关决议 不加以讨论 或者始终言听计从 我们认为这对公司而言 有非常巨大的潜在风险 那么这些报告 如果能够看得到 这叫来自一线员工的新生 他们最懂了 他们最明白了 什么情况 一清二楚 所以支配性的影响 我们就做以下这些程序 这个不需要备 了解即可 第三 叫为时为批的风险 如果是为时为批 我们刚才说过 核心担心的是不完整 既然担心它不完整 第一个 我们得检查文件和记录 大家注意啊 检查这些文件和记录 你得不忘初心 我问问大家 为了什么 你得知道 目的 为什么要去检查 否则背了也白背 考试当中 你都不知道背完了 该写哪一段话 那你得知道 考试当中 如果它是为了找到 不识别 不披露 这种情况下 不完整的 这样一种风险 你去检查文件和记录 所以为了检查 为了应对的是这种 不完整的问题 那我们俩讲 那那些为时的 未批的可能 藏在哪呢 大家帮我大开脑洞 想一想 请问 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给官联方 做了担保 这个担保 如果被审栏 不告诉你 你怎么能够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担保 恰好 债务人 违约 关联方还不上钱 债权人还把你 告上了法庭 要求你去承担 连带责任 如果人家不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好办法 问银行 问律师 所以第一点 是问银行 问律师 银行告诉你说 你看有担保 有抵押 律师告诉你说 你看有案子 这你就知道了 有未实未批的关联方 第二个 叫看股东 看治理 这些事 管理层 他想瞒得住你 但是上面的领导 难道不讨论吗 公司有一个对外的担保 你们学经济法 你们也知道 上市公司 对外进行担保 那个程序是很严格的 你得上面的这些领导 他要点头 你说他们能不讨论吗 一个大案子发生了 能不讨论吗 说管理层不告诉你 但是他拦不住 上面的领导得讨论 所以叫做看股东 看治理 他们开会的会议纪要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文件记录 你认为有必要的 但是至少大家认住 首先问银行 问律师 看股东 看治理 这四件事 是我们需要检查的 换言之叫做应当检查的 所以这儿需要背 考试当中考补写 他说注册会计师为了发现那些 为时未批的关联方 关系和交易 他检查了银行回函 检查了律师回函 认为结果满意 对吗 你说不对 你说还应该去检查股东会和治理层的会议纪要 就是这样的题 你背了就能得分 这个在过去五年也考过不止一次了 在过去十年 那可可能不止三次了 所以这个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 把它掌握扎实 所以检查文件和记录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程序 比如说做数据分析 做背景调查 做询问 做访谈 拿到企业的信用报告 检查大额的资金网来 关注诉讼相关的信息 还有利用反舞弊专家 借助外部的这些调查机构 这些内容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 我过去有一家企业被审单位 我们是怎么发现 没有识别没有披露的关联方 关系和交易呢 我们当时看的是保险 这很有趣 说被审计单位 为了某一个人 去投保了大额的保险 高端的保险 我们就想这人是谁呀 为什么被审单位赤巨资 为他买这种豪华的保险套餐呢 所以从保险单当中 发现了关联方 所以同学们你们看啊 在实践中发现 为时为批关联方的时候 你就得广撒网 所以为什么程序写的这么多 这么杂呢 告诉你说这几个 你是必须都要看的 除此之外 你还得做别的程序 该问的问 该看的看 该找信用分析报告的 你要找报告 该找专家的 你要找专家 就是不能够放过蛛丝马迹 大家记住想要这种话 在实践中或者在理论上 我们去追查完整性 它的难度往往都会比较高 相对都会比较棘手 所以这类的问题 一般都是广撒网 然后通过这样的风险应对举措 把那几条漏网之鱼 给我补回来 所以以上 我们给大家说的是 关于为时为批 这种风险 我们该怎么办 好 回顾一下 我们目前为止讲了 几种风险应对措施了呢 超重观的 支配性的 为时为批的 这个大家是要做总结 归纳 然后脑海当中 课间的时候 再稍微花点时间再看一看 那第一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儿 我们课间稍时休息一下 然后课间的时候呢 明元老师会过来跟大家聊天 然后帮大家答疑 因为今天是我们两个 一个特别的联动课堂 那么我就稍时休息一下 我去喝口水 然后十分钟之后 我们再讲解剩下的内容 对于 vat 优优独播剧 3.1%